哈囉 表弟妹 為什麼這集表姐要笑得如此的開呢 是有什麼好事發生了嗎 其實因為我要跟你們分享就是我影視眉帶了1.5週年 我要歡慶一下 做個紀錄 然後跟你們分享我現在的心得跟感想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就是我現在就是這樣 然後這是我以前的照片 以前的牙齒就真的是 頗亂 然後目前雖然我還沒有完整的走完我整個的旅程 但是我對現在感到非常的滿意 我都一直不停的跟我的醫生說 醫生我現在可以就結束吧 我現在已經很滿意了 他說不行 你後面還沒好 我說I don't care 後面 我就只要就是 你知道我前面笑起來 就是如此的整形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OK了 因為我以前真的都不太露齒笑 現在真的就是 這樣子笑 如果你沒有去過東京就迪士尼跟環球影城的話 你就覺得就是 我很適合去那邊工作 因為他們裡面的工作人員 就是他們在跳舞的時候都是 就是 就是以這種笑到最開的程度 我想說天啊我現在好適合去那邊上班喔 那今天你們好好分享一下就是 我為什麼要帶影視眉呢 就是因為我很想要就是笑起來就是很好看很漂亮 最膚淺的理由就是很渴望就是美女 就是如此的膚淺跟簡單 因為我從小就研究就是好萊塢大明星 他們巨星他們笑起來都是8.5顆牙齒 頂多是9 少於8.5顆都不會太好看 我跟你講真的是8.5 你去數就是所有 Perfect Smile那種大明星都是8.5顆 不管是珍妮佛羅貝茲 還是就是Jessica Elba 或是侯佩成 他們全都是8.5顆 我從小就這樣研究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一路就拖到 就這麼晚才做 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懊悔 我居然這麼晚才踏入就是這個旅程喔 平常每天都可以這樣子的笑 那到底影視眉跟一般傳統的牙套到底差在哪裡 我今天會好好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可以自己就好好考慮一下 呃 它的確是比傳統的牙套來得貴 但是我走了之後呢 就是覺得它真的貴的有它的道理在 那我覺得完全就是合乎技術 然後跟這個價位我覺得是完全是等值是合乎的 那先再次強調就是一定要說 影視眉呢 非常吃就是醫生的高度技術的一門 就是藝術跟科學 所以呢 你如果呢就是要想要踏入影視眉的話 你一定一定就是 要找到很棒技術很厲害很高超的醫生 就是一定一定要先灌輸你的觀念 那我先告訴你一下 因為他是有時候是七天有時候是十天都要戴一套這個新的這個透明的牙套 所以他醫生在剛開始就是建立你的那個 他在計畫你牙齒的這些怎麼移動的這個概念的時候呢 他是要跟美國就是影視眉總公司就是連線 然後做出你就是牙齒移動的計畫 然後呢美國呢在從前這樣慢慢就這樣寄過來 你就是這些牙套 他們都是從那邊就是定制然後飄洋過海來的 所以他真的就是本身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事情 就是他不是在台灣這樣做出來 他是真的要跟美國總公司去討論 他們就等於是工程師在討論你的牙齒 好那我要補充一下 我的確是為了就是真的很真心誠意 就是想要變漂亮這個心情 然後決定來弄了牙齒 但是其實我上網查了一下 其實牙齒整齊呢 他有一些就是你知道比較深層的意義啦 不然就寫的就是我真的非常的膚淺 就是首先呢就是如果你咬合沒有很正確的話呢 你有可能就是牙齒會越移動會被往前推 所以你有可能就變爆牙 那或者是因為你長期就是咬合就是不均的話 你可能會有就是捏額關節的問題 或是有咀嚼的問題影響你的消化 那這是比較就是關於你健康面的一些幫助 但是我個人就是要一個 只想要漂亮而已 那為什麼就是要影視眉呢 就是影視眉適合誰 就是第一個他適合非常容易蛀牙的人 就是我 我跟你講我就天生生下來我就超級容易蛀牙 我明明就有刷牙用牙線 就是還是比一般人就是容易蛀牙 就是天生就跟你皮膚就是乾的是一樣 或是你皮膚是油的是一樣的 不要再怪我就沒有刷牙了 就天生就是這樣好嗎 所以呢就非常非常適合就是天生容易蛀牙人 是因為它可以整個就拆下來 你可以完整的就是刷到你每一顆牙齒 但是你傳統的牙套 你就是很難去清理牙齒的縫隙 所以很多人在牙套拆了之後 牙齒也蛀光了 你要花更多錢的指牙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很容易蛀牙的話呢 那你又想要就是一口就是 perfect牙齒的話 真的是影視眉才是最適合你的 那再來呢就是如果你是很忙 或是你很懶的人的話 你很適應是沒原因 是因為我很少見到我的醫生 是因為我一口氣可以拿 七週啊六週五週 不等的這個牙套回家 然後我戴完這一round之後 我才要見到他 但這中間其實我都不太常見到他 但是你戴傳統的牙套 你就要常常回診 什麼拉東拉西的 我真的很少很少見到我的牙醫 因為我一口氣就拿很多 然後每次下一次見面 就可能就隔兩個月或三個月 所以非常非常適合就很忙 或是很懶的人 那再來呢就是你工作要追求美觀的話 比如說你要拍婚紗照啊 或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是要上鏡頭的話 其實我原本是不care 戴傳統的牙套 但是因為我是屬於很忙跟 我很容易蛀牙的人 就覺得天啊這真的一定要選這個 因為我實在太害怕我戴傳統的牙套 就是我牙齒蛀光光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要選影視眉 因為就是我整理出來的理由 那其實我在戴影視眉的過程呢 就剛開始就是裝一些 這沒有什麼麻煩的地方 就是一看完之後 然後你可能要等個一陣子 因為他要從美國寄來這樣 然後才開始戴你第一副 那最重要是我整個戴影視眉的過程 我基本上沒有什麼痛苦的感覺 因為很多人戴牙套 就是說什麼牙齒很痠 然後很痛半夜睡不著覺 然後旁邊都刮爛了 就是血肉模糊 我就是完全都沒有 就是照常過日子 但是我覺得說影視眉 一個非常大的缺點就是 你不要就認為你戴這個牙套會變瘦 因為很多人戴牙套都暴瘦 然後就順便剪了一場肥 但影視眉就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 因為你牙齒就比較不痠嘛 就沒痠啊 就也沒什麼痛 然後也沒有刮爛我的牙肉 所以我覺得正常過日子 所以我完全就是沒有影視眉 就是暴瘦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維持一樣的體重啦 對 所以就是 如果你要靠這個影視眉減肥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對 所以呢這是他唯一的缺點 那影視眉一天到底要戴多久呢 他的官方建議呢 就是戴20到22個小時 然後呢這個呢非常攸關於就是你 就是這個人的配合的程度 然後就是會影響就是你 大概整個療程呢 就是到底是多長 因為如果你是高度配合的人的話呢 你就可以準時就是走完 如果你是就是沒有好好的做的話呢 你就很可能就是會拖很久這樣子 然後呢他就是會發一個這個叫做 chewy的東西 因為你戴上去之後 你就是要這樣咬它 然後讓這個牙套呢是這樣 牽進去你的那個牙齒 然後就讓它呢 確實就是移動你的牙齒 官方是說這個一天要咬半小時 那我必須坦白說 我是沒有咬到這麼久啦 但是我就是效果還是非常非常的卓越跟快速 所以有一點點可以偷懶的空間啦 一點點 對但是我就是那個偷懶的 但是我就是效果還是非常非常的顯著 所以我就想說所以 你每一里有一些就是可以偷懶的小空間 所以你看我畢竟我還是就是變得這麼的整齊 而且我療程都還沒走完喔 那就是我前陣子在IG story上面問 我說我帶影視眉 然後大家就問了我蠻多問題的 那我就來回答一下下好了 蠻多人問說影視眉就是要拔牙嗎 我個人是只有拔智齒 是因為我本人人生就已經拔過兩顆 然後我還有兩顆沒拔 所以我就只有拔掉我兩顆的智慎 我就說我除了智慎之外 我其他都不想拔 那醫生聽到我的新醫生呢 我跟他討論過後 如果我不想再多拔牙齒的話 我還是可以挪得出空間來 所以基本上就朝我想要的方向 就是不拔牙的方向去進行 但是拔拔牙的決定就是要在你 就是你跟醫生的溝通 然後跟判斷 所以你要很仔細的溝通 你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再強調就是影視眉 非常非常吃醫生的技術 那因為我的醫生真的是一個 非常好溝通的人 然後跟他在溝通過程都沒有壓力 因為我人生看過非常多的牙醫 我真的覺得他們真的是 讓我壓力很大 就想說到底看個牙醫 為什麼壓力這麼大 要嘛不是醫生很兇嗎 要嘛就是就 不知道在幹嘛 但是這個 我的醫生呢是我人生當中 就是 目前我最愛 我此生都不會換的一間牙醫 診所是金月美學診所的 烏堅輝醫師 就是在遇到這間診所之前 我真的都非常痛恨看牙齒 因為我覺得看牙醫就壓力很大 痛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覺得壓力很大 是因為診所的小姐就是 態度也很差 有一次注牙就是醫生 還就是把我講了一副 好像我該入地獄的樣子 我也不是 我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說 被球打到牙齒斷掉才叫做 不是故意的 注牙就是你沒有刷乾淨就是故意的 他說哇靠就是 看個牙醫有不要這樣子嗎 我到底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啊 但是這間牙醫診所 就讓我就從頭到尾 每一次進去 都是心情非常愉悅的出來 就希望醫生比我玩死 真的很害怕 沒有牙醫可以看你知道嗎 所以這間診所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得我的心 那再來呢 就是有人問說 影視美要打骨丁嗎 那有一些狀況之下 影視美就是也要搭配 就是打骨丁來 就是移動你的牙齒 所以你就是要跟 醫生好好的討論 然後跟醫生的技術跟他判斷 所以那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打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原本你看 我牙齒就是這樣子的亂法 那我要讓我的那個前排那個牙齒 有空間的話 我用的是就是 有一個是修牙縫的技術 然後就有很多人就問說 修牙縫是不是很恐怖 然後是不是修完牙縫會敏感 個人是完全修完牙縫就是沒有任何的感覺 就是也沒有什麼不舒服 也沒有敏感 因為其實他修牙縫呢 一顆牙齒才修去0.15mm 所以就是其實他的髮膀質還是保留著 所以就是他其實並不會有酸痛的問題 就是你牙齒有點就是變瘦的感覺 當然就是前提是你要你的醫生技術很好 就是沒有一個 你知道就這樣 就這樣過頭 然後不然你就修到髮膀質了 那我的醫生就是 物件會醫生他就是技術非常好 所以我完全就是沒有任何不舒服 跟酸痛的感覺 那再來呢 還是很多人問說 飲食美的時間 是不是就是比傳統矯正的時間長 這個呢 真的就要看就是 Case 那有些的Case呢 是真的會比傳統的矯正還要快 但是他很難就是用時間來就是決定 到底是傳統的快還是飲食美快 是因為每一個人的狀況真的完全都不一樣 那大家最care的價格呢 就是飲食美其實是真的比較貴 他是20萬起 但是他有真的非常非常強烈的優點 就是 一他非常適合就是很容易蛀牙人 是因為 你可以完整的刷到你每顆牙齒 你其實如果你很容易蛀牙的話 你用傳統牙套的話 你真的很多人拔完真的要直牙 直牙一顆就是8萬塊 你直兩顆就是16萬 多少人嘴巴裡面就是一台賓士在跑 剛剛不是我在後懶的是真的 所以 如果你真的很容易蛀牙的話 就是高度就是靜音就是飲食美才可以好好清理你的牙齒 那再來他有點是就是 完全不會刮爛我的嘴巴裡面啊什麼的 就戴起來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再來呢就是 很節省我的時間 我就不用很長的就是跑牙醫診所 因為我真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忙碌 再來呢就是我覺得他對我來講就是 他牙齒變成癡的速度真的是之快的 因為 我其實在一年初的時候 我就已經差不多是這樣 因為我的門面已經就差不多已經滿癡的 是 就是現在都是在調讓我後面的牙齒 讓他就是排列成就是這樣一個圓弧狀 其實對我來講 我個人非常非常滿意 是因為我沒有料到 我居然一年就已經達到就是 可以講 Skin的效這樣子的那個效果 所以就是很讓我很驚訝 是他就效果非常非常快 而且我整個旅程就是真的沒有什麼痛苦 然後以前從小到大聽到大家 就戴牙套多痛苦的事情 我覺得一件事情也都沒有發生 那就是唯一就是比較遺憾就是沒有 因為就是戴這個牙套的爆秀而已 不然我就沒人家笑想說可以爆秀一輪 結果完全就是 一功課都沒有掉 對 因為他真的太舒服了 所以我吃東西就沒有任何影響 那我目前做完影視美 就是我是真的對我自己就是比較有自信 是因為 碰到大就是照相的時候 我真的是完全就是不露齒笑 真的是 有時候不小心忘記了 才會就是露齒笑 然後每次看到照片就覺得 天啊 就覺得自己嘴巴好醜喔 所以我就都不露齒笑 現在我真的完全就是非常非常有自信 可以露齒笑 而且 像我今天你看我不管是女生 連男生我都覺得很重要 是像我今天今天一大早 就不知道為什麼在看 就是防彈少年團 我們家兒子們的就是演唱會 然後 DNA的演唱會 然後在舞台上 然後在那邊唱那個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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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天啊 他們的每一個牙齒都 好整齊 就覺得天啊 太好看了 也太棒了吧 然後我都想說天啊 真的好厲害 我真的有做影視美 我也可以跟他們這樣子 你知道 然後 然後 覺得你可以糾正我一下 真的忘了 但是就覺得 牙齒真的是五關裡面 好重要的一部分 其實很多人就長得真的是 欸 還好 可是他一笑就覺得 哇 他牙齒好整齊 其實對他的五官真的是超級超級加分 所以呢 我就覺得 我真的好在加在 就是有做影視眉 就讓我目前非常非常滿意現在的成果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是對小正牙齒這件事情 是很有很有興趣 然後到底是傳到小正好呢? 還是影視眉好呢? 那這影片呢 希望可以幫助你 就是自己好好做個判斷 但重點是如果你要做影視眉的話 診所的氣氛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再來最重要的就是醫生的技術了 我今天因為美學診所的吳建惠醫師呢 他對我的牙齒的那個計畫的判斷呢 是非常非常的準確 然後我覺得甚至是超乎我的預期 因為我也有看過我朋友帶影視眉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帶完呢 他牙齒就是還是歪斜的 我是不太好意思 我已經畢竟人家花了這麼多錢 所以我就覺得 雖然明明都是影視眉 但是真的醫生的技術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目前是覺得我的 MIR字型去前進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謝我的醫生 還有我的診所 好啦 那謝謝大家喔 喜歡的話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要講鈴鐺 銀鈴般的笑聲 剛剛剛剛說再見囉 哈哈 拜拜